将外表烤的精亮焦香的烤鸭 手切成薄薄的片状 包裹着炙烧过的起司饭团 就是一道外皮薄脆 美味可口的火鸭寿司 入口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感觉到 就是鸭皮的那个香气 然后融合了起司跟那个寿司的那种清爽感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他用的是很棒的樱桃鸭 那也结合很多的中药材 刚刚听这个师傅讲的 他是用21种 所以是很花功夫的 樱桃鸭的前胸它有带油脂 所以来做这个沃寿司会比较翘大 口感也会比较好 有别于北京烤鸭主厨利用樱桃鸭 研发出一鸭五吃的越式烤鸭创意料理 广式的是它在这个鸭屁股里面 它会有塞很多的21种的香料 北鸭跟广鸭它的差别在于里面有没有味道 北鸭吃皮广鸭它连皮跟肉都是有味道的 除了火鸭寿司还有Q弹饼皮 卷鸭肉和葱段的荷叶卷皮鸭 入口即化的朝越火鸭粥 看似清淡不油腻的酸菜鸭架汤 和爽脆可口的鸭松熟米卷 熟米卷它是用一个锅巴 我们先蒸塑醒以后然后再炸 那利用了一个鸭肉我们切丁跟羊地瓜来爆炒 大火来爆炒来做结果 越式烤鸭跳脱传统烤鸭做法 不仅让涛客可以品尝到烤鸭本身的香脆滋味 更增添味蕾的多元体验 新唐人亚特电视章 荆州方亚贤台湾嘉义采访不到